希望能够说 新加坡有一间这么好的医社 我们是做教育工作者 但是在很多贫穷 或者是低收入家庭的时候 他们跟我讲是 我不敢看医社 其实他们还没有普及出去 很多我的学生 他们回来都是跟我讲 原来有一间14家分社的 三季医社 收费如果是建国一代 是问诊全部拿要免费 就算是外国 你都知道如果作为一个新移民 他们融入社会里面的时候 他们如果没有钱去看医生 他们就只能自己忍着 可能很多新移民都是有这个感受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正能量的衣色 分享出去 在全岛有14家 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到很多很多的人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能够把我能够做的事情 所以我也会分享给我身边的人知道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力量是很小的 像主席说我们要像一棵树 一棵树就是说我们在结果时的时候 我们还要像一个海 像一个海 为什么你在海里面的时候跟你在苦里面不一样 所以你看主席的新书我们一定要去看 对 这些书本里面其实它比我们的人生目标 如果我们不够清晰的话 有时候我们可以好像在工作累积对吗 但是如果你能够通过一本书本 其实主席已经把几十年的成功经验写在那边 我们在里面领悟 我们可以帮到更多人 我们相信为人类服务是最好的工作